嗨,这里是Dimi Studio 那今天我要来随手记录一下我在交口琴期间帮学生维修口琴的日常 那里面可能会包含很多不同的维修的工序 那我就顺手记录一下给大家参考 那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就是在交口琴这件事以外 你需要帮学生维修口琴大概会做哪些事情 那现在的时间是3月16号的晚上8点半左右 那我们就顺手来记录一下看我修这4把SCX 然后可能有时间的话再处理第5把 然后加上有其中一把是BASS 它要更换锅链 那我们就来维修这个口琴 那顺手记录一下给大家看 那第一把口琴它这个按键 这个按键头掉了 按键头在这里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按键头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 在我的教学经验里面 其实学生非常非常容易把这个按键头弄掉 那有可能是摔到了或者是它年久了 就会自然会掉落 那我们等一下先把它装上去 然后我看这个按键也有一点点弯弯的 那维修按键头我最近想要尝试着用这个 黏土 这个黏土 那我想把它先踩一小块 然后把它塞到这个按键头里面 然后再把它装回去这个按键 看一下这样会不会有帮助 会比较牢固的固定住这个按键头 那我们就可以用手撕一小块 然后把它塞回去 塞到这个按键的这个洞里面 它非常非常细小 我们先试着把它塞进去 然后把它塞回去这个按键 好果然这样固定的效果比较好 好 那没关系 我们大概抓一下这个塞进去的量 因为太多太少 感觉它都没办法固定的很好 把它塞进去 它里面好像吃不进去 好试试看 那这把学生的琴 它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是它的音准 不准 所以我们等一下也要来调音 对这把琴调音 那调音的过程很简单 你可以在频道里的其他影片 你可以找到 我用我自己的手工型品牌 Laylabs 教大家怎么样调音 那我们就快速的来调整一下这把琴 好 你可以很简单的用iPhone的这个APP Panel Tuner 来调音 那我习惯会帮学生设定在443 因为学生有时候吹口琴 他不小心会压到音 然后会刚好会回到大概442 或441附近 听起来会比较顺耳一点 好 那我们快速的来先调外侧的部分 好 给大家看一下问题 就是如果你有 常常在调整口琴 或者是你有在调整使用一段时间的口琴 你会发现在内侧吹气的黄片 靠近根部的地方会比较容易会 有氧化的状况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 我在根部的地方都有做打磨 让这个音降低 好 那其实学生有没有认真练口琴 你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有练琴的人一定会 黄片会有正常的消耗 好 那没有练琴的 它内侧黄片一定会看起来超新的 好 那我们快速的调完音之后要来检查一下黄片的间距 那这位学生呢 他是从国小就跟着我学情的 所以我会比较知道他的习惯的吹法 以及他习惯的用气的量 所以我刚刚有顺手把间距调到一个我觉得会比较适合他使用的样子 好那接下来我要把吹嘴拆掉 我们要来装这个高音的风道 你在网路上买到的风道会长成这个样子 会是一排的 那我们等一下把它切开 把边缘切整齐之后 我们用这个保力龙胶 然后把它装到这个琴声上面 好那我们就开始来实作 我们现在把风道装上去之后 会长成这个样子 正反两面都一样 那我会习惯装上去之后压紧 那过一次这个砂纸 让这个表面 如果有不小心凸出来的地方 可以直接把它削平才不会卡到按键 好这样就完成基本的这个风道的安装 好那接下来我就会把口琴的部分 一步一步把它装回去 那首先记得要先装弹簧 弹簧要先装 注意它有时候会不小心弹出来 那接下来我们就装黄板 黄板的内侧一定会是比较脏的 像这个是比较脏的 那外侧的话它会相对干净一些 然后高音在右侧 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逻辑 它就只有唯一的选项 好然后我们把它装回去 好接下来上按键 接下来是撑片的部分 上下撑片然后盖板 我们顺手检查一下外侧黄片的间距 好接下来我们把盖板装回去 其实我每年都会遇到一些 这个吹得比较好的学生 那我偶尔会帮他们免费 就是调整它的口琴 因为对于这些学生来说 这种一般的工厂琴的原厂设定 其实是不够用的 所以你是需要调整 它才会吹起来比较顺手 包含我自己在示范的时候 如果我用这种琴示范 也比较容易会吹不出我想要的声音 好那我们第一把琴的维修就先到这里 然后我们接着来处理第二把琴 第二把琴应该也是调音的问题 第二把琴 第二把琴音像中它也是声音不准 这个学生他的按键就明显比上一把的 顺蛮多的 好 那我们先做跟刚刚类似的步骤 那我们调整完再来跟大家分享 我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好第二把琴完工 那这把琴我做了这个音高的调整 然后我也稍微微调一下它的间距 那这个学生他比较照顾琴 那他是国中之后才开始学口琴的 所以他的整体琴的状况都还算OK 那我也把高音的风道装上去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来维修第三把琴 好那第三把琴应该也是调音高 就是我今天在团练的时候 发现大家口琴音不准 好那我们继续来调整 好那如果等一下有什么新的问题 好那再跟大家分享 目前第三把口琴的处理 好大致上完成了 好给大家看一下 好那这位学生他的琴保养的也还算OK 然后一样有装高音的风道 那内外侧我也都全部调音过 好那记得调音过后要最后检查一下间距 好那我知道这个学生他在吹口琴 他是比较大力的 好所以我就会建议就是大家可以把间距调大 去符合这个学生的这个吹咒的气息 这样才不会有这种 有时候你想要学生吹大声 结果他一吹大声就闭黄的问题 好那我们现在顺手来调整一下这个间距 好那我们快速的把间距调整完毕 再把琴装回去 那这把琴就完成了 好那目前完成的这个三把琴都是国三的学生 那接下来他们会在六月有一场这个学生的毕业音乐会 所以在这之前我需要帮他们把琴调整好 好那目前的最后一把 这把琴是国二学生的琴 那他就是单纯的要装这个高音风道 好那其实装高音风道或调音 或者是调间距这件事情 你只要有动到内侧的黄片 那对我来说就是要整把口琴都要拆 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工序 其实并不会真的差太多 好因为你要装风道啊 然后你要调这个内侧黄片 你都要把这个黄板的裸丝全部拆开来 好那这个一拆就是十颗十四颗螺丝的这种工程 好那你才能继续调音 才能继续装风道 所以这个时间花起来是类似的 好我们快速的把把琴拆开 好然后清理一下 有一些脏的地方我们稍微拆一下 好那在拆内侧的时候要记得要把这个弹簧 把它拔出来 在做接下来的调整的时候你会比较安心 因为弹簧其实非常容易会弹走 而且弹走会很难找 跟螺丝有这种相同的感觉 很难把它找回来 所以我会建议你在拆装的时候 记得要先把弹簧拿掉 那等一下拆装的时候 第一个它不会弹出来 那如果即使它弹出来 它也有可能会就是刮到你的手 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单纯的 来安装这个风道 一般的塑胶形成在高音区 都有留这个空隙 在制作过程中的无法避免的状况 那其实我在很多影片里面 都有讲过类似的情形 那如果你是用木头的琴声 或者是金属琴声 就可以避免类似的状况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 把这个高音风道装进去 把这个凹槽的地方填满 会让高音好吹很多 那我们就继续来做 这是我们今天装的第四把 完成安装长这个样子 如果最近大家有在关注我的频道的话 我最近有上了一支这个 加德瑞JDR的0648 那这把琴它虽然也是塑胶琴声 不过它在一开始出厂 卖给你的时候 它就已经帮你装好了这个高音的风道 所以那把琴虽然它的定位 是入门级的半音接口琴 12孔的半音接口琴 不过它的这个高音 因为它有装了这个风道 它本来就装给你了 所以你会发现 那把琴的高音会相比于其他 一般入门的这种塑胶琴声的半音接 更加的好吹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方向 那装完之后 我们一样要对这个吹准面做打磨 你可以看一下打磨过后 它其实上面都会有一些 粉状的东西 就是你琴声磨下来的 这些不平的地方 其实你打磨过后 你可以明显看到 它琴声有些地方是有被你磨过的 有些是没有的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这样肉眼看 即使你觉得平整 在在经过打磨之后 都还是可以发现 有一些不平整的地方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 就一个一个步骤把它装回去 好我们一样可以先安装弹簧 好我们经过了接近一个半小时 好我们把三把要调音 然后装封道 以及最后一把要装封道的这个口琴 处理完毕 好所以现在就处理了四把半音阶口琴 好这样我明天就可以把这些口琴 交到这个学生手上 好那等一下我们要来最后换一个这个 Bass口琴的脚链 OK那我先整理一下这个桌面 好我们今天的维修口琴的工程 收工了 最后一把这个Double Bass换脚链 好给大家看一下 换脚链的部分在这个地方 好那这个脚链呢 它用久了之后它会松动 所以我左右两边我都换了这个脚链 那脚链松动其实就类似这样 就是它会晃来晃去的 如果大家看得到的话 它是会晃来晃去的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会对学生的手感 影响蛮大的 然后如果严重一点的话 它是会分离的 所以原本这个学生他其实蛮认真的 他去找了铁丝 自己把这个脚链捆一捆 把它铲起来 但是这东西毕竟它还是一个消耗品 然后它用久了就会非常非常松 像这样非常非常松 我给大家看一下背面 就是整个已经晃到不行了 然后再来就是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螺丝的部分 因为我们在拿Double Bass的时候 我们会左右两边这样拿 那有些学生他会出手汗 他会出手汗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的螺丝会特别容易生锈 所以这边的螺丝只要有生锈的 我全部都把它换掉了 那主要的考量还是在于 这东西如果生锈了 你在接下来的拆装会非常非常的难 甚至之后是要破坏性拆装的 这个要特别注意 所以他只要有生锈 我就会把它换掉 反正这个东西没有多少钱 但是这个铰链 这个铰链就是你必须使用原厂的 因为它是一个特殊规格 它是一个特殊规格的铰链 那它在上面可以锁上这个Bass麦克风 那这个学生他自己用这个铁丝啊 把这个会晃动的地方缠了好几圈之后 但最近练习的时候发现 我们要上麦克风 要装麦克风接音响练习 发现他没办法装麦克风 那我们就只好直接换新的铰链给他 把这个新的铰链换上去 所以你会买到的就是这样 所以我一次都会买很多 买很多这个铰链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真的是消耗品 而且当你学校很多 然后乐器很多的时候 它在更换 一年一年这样更换的这个速度会非常快 OK那这支影片就简短记录一下 我这个教学的口径维修日常 OK那有任何问题 也可以在影片的底下来发问 然后我们一起来讨论 这里是DV Studio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